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外国人与南京保卫战 大家都知道南京保卫战是小日本侵华的第二次大的会战 第一次会战是松户会战 因为松户会战中上海离南京很近 小日本在上海打了三个月之后拿下上海 上海到南京开车一天的时间就过来 所以上海失落之后南京其实就危在旦夕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他的两派意见 一派就说南京无险可守 就说还是撤 把南京作为不设防城市 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护南京的古迹 不受这种破坏 再一个的话可以保护南京的这些人民 不受屠戮 但是呢蒋介石呢是立派终于说是这个一定要守 为什么 南京是我国的首都 一个城市的影响力 并不是说你一个城市的破坏有多少 那么他在国际上 对自己或者对一个党或者对一个国家来说 名声不好听 为什么 一个党派或者是一个国家轻易丢掉自己的首都而不要 向对方屈服 真的很难听 所以说呢蒋介石是其实他守南京是对的 我认为是对的 就是他站在国际的一个高度 就是说如果蒋介石啊 对南京呢 放弃了不守 直接撤退 那么将来国际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援助中国去打小日本 为什么 因为别人会看不起你 觉得你这么一个国家 你能轻而易举丢掉自己的首都 那么你就可以丢掉自己的宗言 你可以丢掉你更多的国土 所以说呢蒋介石的这个行动我认为是对的 所以当时呢蒋介石命令唐生志来守南京 但是呢话说回来 确实南京无险可守 那么蒋介石 包括唐生志知道南京守不住 但是守南京是做给英美 或者做给全球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来看的 所以说南京呢守卫了大概一个礼拜 就卑了兵败如山党 当时国民党呢就撤出来 撤出来之后 那么南京的很多难民 由谁来保护 小日本大家都知道 丧心病狂 非常恶毒 见人就杀 他在南京屠杀了我军民30万人 而且是放下武器的军民30万人 什么细菌试验 对手无冲铁的人民 烧光杀光抢光 所以呢小日本的这个仇恨啊 我们作为后人 永远不可能原谅他 那么至于今天要讲的 一个外国人与南京保卫战 那么南京的保卫战过程中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国人来保护南京的市民 就当时国民党 败退之后 南京的难民 没有地方去 这个时候呢 德国有一个 这个时候南京有一个公司 是西蒙子公司 西蒙子公司 驻南京的总经理 名字叫做 拉贝 对他呢 他其实在中国 他已经待了非常多年 他是 1908年就到了中国 那么这个时候 南京保卫战士到1937年 将近在中国待了30年的 这个德国人 他对南京是 非常的有感情 因为他的婚礼也都是在 南 在中国举办的婚礼 他的子女都出生在中国 而且在中国工作 拉贝呢 他虽然是一个德国人 要知道 德国当时是小日本的盟友 德国的首领是希特勒 他们同是周星国 虽然拉贝是德国的纳粹党员 但是他并不是像所有的纳粹那么坏 他是一个和平 爱好和平的人士 他就非常看不惯小日本的烧杀抢掠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家 挖了个地下室 然后收纳了600个中国的平民住进来 你要知道 虽然他是作为西蒙子公司 住德国 住南京的总经理 工资非常的高 但是你想 你们家挺有钱 是指你们家一家三口 一家五口 或者一家十口 那么如果你们家有600个人 600个人张口吃饭穿衣 你有多少钱 所以说呢 他为了就这600个人 几乎是把自己的工资都花完之后 到处借钱 为的就是养活这些人 那么随着国民党的部队败退之后呢 小日本进城 烧杀抢掠 那么这个时候呢 除了他自己来保护这些中国难民之后 他呢 同样呼吁在南京的德国人都站出来 成立一个安全区 这个安全区的话就不止保护600人了 一个安全区可以保护1万的中国平民 他们成立了25个安全区 拉贝他任安全区的主席 为什么说德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 可以保护中国人民呢 那是因为当时 德国跟日本是盟友 那么拉贝呢 同时在德国 他除了当西蒙子公司的总经理之外 他还是纳粹党党员 他以这个身份 那么小日本认为 这个拉贝是他的盟友 或者说他小日本是跟在德国人的屁股后面跑的 他们也惧怕拉贝 所以呢对于拉贝成立安全区 保护南京人民这个事 小日本也是不敢去追究拉贝 所以说就这样子拉贝了保护了25万中国人民 这是这个德国人拉贝与南京保卫账的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2020年 非典肆虐全球 结果一天 咱们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接到一个电话 向中国大使馆求助 说是他们全家人已经有了非典的症状 希望中国大使馆能给予援助 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哎你是德国人德国公民 应该找你们德国政府啊 要知道经过这次的大灾大难 经过这个疫情 大家才明白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国 才把疫情控制的这么好 那么其他啊 美国你们是厉害吗 全球第一吗 军事强国吗 结果只能做什么 全民免疫 全体免疫 英国也是 这种什么所谓的资本领域发达国家 一个一个暴露出来 他们只顾了有钱人 或者说有了资产阶级享乐 根本就不管人民的死活 所以呢 在德国的这家人 自己没有办法了 只好求助于中国大使馆 因为中国这边疫情控制的比较好 只好求助于中国大使馆 他们当时为什么 有理由去求助中国大使馆 因为他们爆出来一个名字 他们给大使馆说 我的爷爷就是约翰拉贝 就是当时在南京保卫战中 保护南京难民 保护了25万南京难民的这个拉贝 所谓大使馆的人一听说 二话不说 把他们全家接到大使馆进行治疗 那么南京人民一听说这个事 要知道当时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口罩齐缺 国内口罩都齐缺 口罩的价格最贵的时候 炒到几十块钱一个 南京人民自发的为拉贝全家 捐助了多少 三万个口罩 而且无数的这种 抗击费典的药品 就是南京的市民一品一品给他 捐助过去 运到德国去 这就是贯穿了一个世纪的友谊 所以说呢 中国人民对于帮助过我们的人 滴水之恩用用权向报 这就是一个外国人与南京保卫战的故事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